Hello Anthony Hi 繼續我們的第二部份 剛才我們就講一些年輕人的問題 這個部份就想跟你講講中大 因為我們自己的學校當然要講講中大 其實在大學裡面 你會看到現在國安法之下 其實大家都說是紅線處處 其實做媒體也會很關心 總之言論、創作、教育 其實都會很有擔心的 其實你自己在中大這麼久 你也有主管現在的太研究所 之前是中大新聞學院 其實你現在看那些老師在教學的時候 有沒有這個紅線的worry呢? 我想真的不同的老師有不同的看法 因為其實我住在中大裡面的 有很多鄰居 鄰居裡面很多都是教殺人殺 教很多理科的或者 職業的一些科目 其實我想大部份老師都不是 教類似一些會觸碰紅線的科目的 其實他們反而很安心 沒有什麼問題啊 正常上學 而且我們剛剛可以見那些學生 face to face 很開心 但是當然是 就是我有一部分的同事 在新聞義傳媒學院 是有擔心的 所以我想是 也都我覺得會是正常的 就是沒有可能在一個新法律 大家都不知道這個環境之前 其實大家都完全沒有擔心 就是這個肯定是假的 但是至於究竟要有多擔心啊 會實際上有什麼影響呢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要這麼說 那你有什麼提示可以給老師呢 譬如你大學那些老師 可以有什麼提示給他們呢 其實很簡單 我覺得其實我和我的同事說 我之前和一些青少年人說 因為我們都是青少年的 都是一樣的 其實我跟青少年說 我作為同事是一個朋友 做青少年就是我的學生 我當然希望他 希望他好 我經常都要跟他說 記住 千萬不要犯法 這件事是一定要教識他不要犯法 因為其實是影響他整個前途的 所以我經常都 很多學生經常抓我聊天的 我經常聊天都會說 其實學生有很多關心 其實有家裡問題 有讀書問題 有工作問題 其實有這麼多事情好做 其實你都不會去觸碰一些法律的底線 其實都是的 你剛才講完之後 其實老師都是的 你有很多教的東西 其實新聞都有很多東西 新聞自由 有新聞法律 有道德的問題 有很多東西教的 你為什麼要特地去觸碰底線呢 我覺得我和學生都是這樣的 那個底線是什麼呢? 那個底線是什麼呢? 你是不是真的不要碰到政治的東西? 我想都不是 我想任何人 比如說你做reporting 政治的東西不會沒有政治的 但是問題就是你不會去鼓吹別人去做一些違法行為 這個是最重要的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 大家作為一個老師都不應該鼓吹 令到學生去受害 如果鼓吹了 他坐了監 你都覺得內心都不過意不去 是不是? 是的 所以其實你自己給同事的advice都是這樣 是不是什麼都可以搞呢? 在大學裡面有沒有言論的禁忌呢? 你知道現在國安處鼓勵大家有篤灰熱線的嘛 其實老師都害怕的 可能你說了一句不覺意的時候 他未必是想鼓吹些什麼東西 但是會不會被同學篤灰? 中大有沒有這些case呢? 中大我真的不知道有沒有暫時就有了 但是我自己呢 因為有時候我經常都是在北京教書的 我自己在北京教書 如果你說是不是國內的case應該更加嚴重 或者更加要小心 我教了這麼久呢 我真的沒有想這個問題 其實我教了這麼久都從來沒有這個問題 還有呢 和學生一起都很開心的 其實學生無論你在北京、香港 都是學生、青少年人來的嘛 其實他有一些事情他要關心 你說回他關心的事情 比如我教很多是流行文化 電影、電視、遊戲 我講回那些事情 我不是特地去講政治 其實每一個我們教的內容 都是他的實質內容、歷史 或者他的內容如何製作 我從來沒有去想這些事情 反而就是很愉快地教學 也沒有什麼機會去接觸這些底線 但是其實我想說 以前香港人一直都沒有這個關心的 好像跟你聊天一樣 什麼都可以說 是不是 那有時候你又教身份 那我又做這一行 那有時候你很難避免不碰到一些社會時事的東西 但是大家都不會覺得這些是一些什麼紅線的東西 政治你可以說他很遙遠 也可以說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有時候不是你不想 不是你刻意去講它 但是有時候你根本就避不開 但是你會覺得沒有問題 但是現在的情況又不是這樣 現在都大家勢有介紹 我講一個例子 因為我去年去了Northwestern教書 我都不知道原來後來COVID-19回來了 我就教了整個學期 我去美國教書其實 一樣有這個問題 其實什麼呢 其實很多東西在唐上是不能說的 譬如是什麼呢 Northwestern 雖然整個學校沒有跟我說過 沒有跟我說過 但是大家都知道在美國教書裡面 是不可以講宗教問題的 就是一講宗教問題 無論你有什麼派別的宗教都會被人罵 第二就是不可以講種族問題 如果你講到牽涉這個黑人白人的問題 我想任何的老師都會被人去召費的 甚至是會開除這個教席的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就不只是說香港或者國內 其實全世界都有些所謂的底線 或者很敏感的東西 但是它如果 除非你真的講那個 topic 我沒有搞了 如果說比如說種族歷史 可能在美國那樣 可能會觸碰 但是其實正常來說 我們教書也都不會專程去 在美國去觸碰這個議題 最後我就完了教書的時候 跟一些學生啊 或者跟其他老師去分享這件事情 其實原來大家都有 好像你昨天那樣說 是有點關心的 但是如果自己是憑那個 平常心去教書 也都不會專程去觸碰這些 宗教或者種族的底線 在美國也都 原來都ok的 我搞了整個學期 都很融合的相處 其實我上課裡面有黑人白人 有不同的宗教的人都在 但是大家完了 其實都有傾口說 所以我就覺得原來 我去美國 原來都上了一課 我回來之後 原來我其實都是用同樣的心情去教書 那我就覺得應該ok吧 其實你說的種族宗教這一件事情 其實大家都知道的 盡量你都避免是提的 不要說教書 就算你說 寫Facebook 做YouTube 其實都盡量避免 因為這件事情實在是太過controversial了 但是譬如說社會時事 譬如說書 說社會時事 那就可以了嗎? 如果現在的contest 我想沒有問題 社會時事應該大部份都 尤其是我教新聞 都講社會時事 應該大部份講社會時事 我不會覺得有時候 你看到每天的新聞 都是講社會時事而已 我們看無論是網絡新聞 報紙的新聞都是這樣 我覺得現在日常就如常這樣過 是不是我們有時候是太過 sensitive 令到自己的壓力太大? 是的 其實我覺得是的 但是最怕你覺得沒有什麼 人家覺得很有事 那你就有很多人都會提醒 你小心啊 容易被人刺灰啊 那些這樣的 我想都不是看過 一件事可能說錯了一字 原來我平時都不是這樣的人 還有你長期都是很守法的 那你可能說了一隻字 大家都會覺得 都會OK啦 為了原諒你 我想都要看長期的process的 我想都不是一個看單一的事件 我也覺得是 但是現在中大暫時在港版國安法底下 重新開學就沒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你最近沒有收到這些case的? 沒有啊 其實大家開學原來是超級熱烈 開心的 因為大家很久沒有回過學校了 無論在餐廳、嘲巴、課堂都坐爆的 所以這個學生是超級湧漲 下課會問問題 上課不會睡眠 這個是很久沒有發現過的 哈哈哈哈 我想問一下關於學校的信任問題 其實教育 就是你是教育工作者 教育其中一種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要建立一個私生之間的互信 就是社會之間的互信 但是有很多人都會覺得 現在這個在港版國安法底下 似乎將這件事打破了 就是信任是沒有了 譬如學校和學生的關係 有時候都很細成水果 我舉一個例子 剛才講的那個港大評議會 那個時候很嚴重 學生道歉了 是不是重要一定是非暴警不可呢 去收回那個動議有沒有道歉 這件事其實社會有很大的質疑 有很大的爭論 你怎麼看現在學校 一路傳統以來教育的信任 其實現在還沒有呢? 我相信有一段時間 我相信我都沒有問過那些學生 我想他們都會有 大部份 我想大部份都不是說政治人來的 所以大部份都沒有問題 我想有部份是 我相信有部份可能有些懷疑的 不過我覺得其實主要就是 就是看長期是這樣 就是因為我們剛剛才有港版國安法 那其實是不是要看長期 原來呢 學生要清楚 譬如說大學是 就着港版國安法 可能要做些什麼 或者不做些什麼 那令到他有一個清楚的指引給他 很重要 就是我覺得其實 就是等於那個家長 都應該給那個學生有一個清楚的指引 原來呢 什麼是對什麼不對的 那我想 跟著我們 好了 我講完之後呢 大家照著去做 那我想那個學生也知道 有一個清楚的誡賴 那原來學校也會跟隨這些guide line 那這個就是會 就是慢慢標回你的信任 那暫時就是 好像很多事情都還沒有清晰 就是我覺得 那如果大家會更加清晰 就知道應該做到什麼 應該不應該做到什麼 那我覺得其實那個信任程度 會慢慢會好一點 就是你覺得現在都確實是有影響的 就是學校、老師和學生之間那種的互信 我不會覺得有影響 我覺得只是小部分的影響 不過如果你要釋除 就是因為其實你剛才那個影響 都是很多 媒體報道大學生有多少有影響 其實沒有大學生出來說過這件事的 就是你看到就是 這個都是我經常都覺得這個是大人覺得大學生的看法來的 但是我覺得如果應該做得更加好就是 真是清晰指引 那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你也就算是一些 我想大部分的學生都 都未必想牽涉政治的學生呢 其實覺得你的清晰指引對它來說更加好的 可能是 我想問一下 譬如大學中大有沒有老師留室的情況? 有的 因為那個留室是移民的 我們都 我想不同部門都有人去移民的 但是情況就不是很嚴重 我想有行政的人 也都有教書的老師 都有的 那比起過往呢 就是比起過往這個留室率是正常的 還是多了呢? 多了 應該多了 肯定多了的 那你現在移民的情況 我想都會去擔心一段時間 那我自己 除了是大學 因為我自己都有做中學的校董的 那中學更加嚴重 因為老師走得很多 那我們都聘請了老師 那這個 我有擔心的 就是想想教育做得好不好 都是要靠老師的 就是如果這麼多留室之後 真是影響教育質素的 那我想這個真是值得關注 那其實你覺得教協那個情況 有沒有影響教師的信心 令教師走得更加快? 我想這個就沒有什麼值得 我不知道 其實我不知道 我們有沒有什麼研究 我覺得沒有什麼直接關係 不過就是很多教師 就是這件事還沒發生之前 很多教師 就是我負責的那間學校的教師已經走了 就是不走的那些就不走了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又不是 就是始終那個教協 不是它直接的上班的組織 就是想起我原來是屬於那間學校的 那個學校去處理這些事 這個是它的工作是最重要的 那我覺得那份工作是最重要的 它寧願都犧牲那份工作走 那當然它有自己的決定 但是對於整間學校的影響比較大一些 對於整個教育是大於個別老師走的問題 其實你都關心 就是大學有老師走 行政人員走 中學就以你的經驗 那間學校也走了不少 其實就不像林鄭那樣說 就是都小部分人的事 就是我不關心 你覺得這個態度 你覺得其實是不是政府太低估這件事了? 當然這個是小部分的人士 就是走人士不是太多的 不過問題就是 當你譬如好像老師走 因為老師會每一班 可能一個人走 可能他在教過過八個學生 所以其實影響的程度 都可能會不少的 就是我覺得是這樣 所以其實怎樣去 這個很重要的就是 因為現在很多大學生畢業的 讀教育的 怎樣去彌補 就是說我們其實我們真的 趁這個機會 就是以前很多大學生畢業 讀教育的那些人 怕是沒工作的 就是因為小班教學 都不行了 都要殺校了 那些人怕找不到工作 但是現在我想有個機會在那裡 那個機會就是 我們看到危機 危啊 就是很多人走了 但是其實對於新一代 他突然間 他畢業之後大學生 不用擔心沒有老師職位 其實我們是不是應該 很好培訓這一類型的老師呢 令到他們很安心 以及很積極去教學呢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反而要做的 還有一件事情 我想問回中大 之前被稱為佈大 其實有很多老師跟我說 有些贊助都走了 以前是給學校有scholars 現在的情況是怎樣的呢 因為我又不是負責這件事情 不過我覺得好像沒有什麼 沒有明顯的改善 我印象就是沒有明顯的改善 因為我看到很多學生 就是有時候都會 就是可能聽到這樣的聲音 於是就可能就要在Facebook 去說這件事情 但是現在基本上呢 我看到大部分的學生 就是現在很多都不用Facebook 另外用的其實都不會 emphasize 暴態這件事情 我想現在那個情況已經不同了 是 是 是 其實學校現在 就是中大的情況現在是回復正常 或者有沒有一些 譬如逮捕了的學生 我想問一下學校有沒有幫得到他們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其實我想都是很個別的 我只可以講講自己的經驗 我有一個聯合書院 因為我負責聯合書院的學生 他真的被人逮捕了 在坐牢的時刻 其實我作為一個老師 我都會跟他聊天 因為其實他最後就問我 可不可以幫忙 寫求情信 我跟他談了很久 我覺得其實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希望 雖然他犯了犯 但是可以給他一些機會 所以我都有幫他寫求情信 最後真的又減到刑的 現在都很奪 所以他坐了很短的時間已經出來了 就重新去找一份很安定的工作 我覺得其實 我想個別老師是有幫學生的 但是這個又是個別的幫他 或者青少年受到幫助 其實也都沒有去 大家傳媒沒有報的 是的 這件事 但是我想不同的老師應該做到不同的事情 但是我想問一下這個學生 他是完成了行業還是沒有完成的? 其實是畢業的了 畢業其實只不過是 可能是某個會的一支莊 其實我負責去看著他的 他畢業之後 被人抓了之後 他都要問我意見 我當然是說 其實你只要知道錯了 知道犯法了 當然要去認罪或者求情 他很贊成的 於是就 真是完成了這個 就是承受了這個結果 但是我想這個結果 都不是一個很差的結果 他很快又出來 原本的僱主都請回他 所以我覺得其實 當然這件社會事件 對於青少年很大的打擊 但是希望 真的好像他的僱主 給了他一個機會 我覺得這更加重要 是的 那你接觸的這些案例多不多呢? 就是找你幫忙的? 我想我又不多 因為其實 我想學生會找老師幫忙 真是自己會比較熟的老師 因為過去呢 我想老師接觸的機會 老師的學生的機會 其實不多 只不過我是負責很多學生活動 我看到他才會幫忙 但是我想很多的 就是很多的年輕人 大學生是沒有給幫忙的 我覺得其實應該主動去幫助他們 但是我想問一下 如果有一些學生 他們出事的時候 他們是中大的學生正在讀書的 其實如果他們離開了 譬如完成了 就是他們那個監獄 他們離開了監獄 學校會不會收回來的? 還是說不收的了? 我真的不知道這件事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這是另一個程序來的? 是 這是另一個東西 我想我真的不知道 應該是Case by Case的 其實也是Case by Case的 沒有一個Rule是這樣的 OK 好啊好啊 其實我都是希望 年輕人 希望有個機會給他們 大家都年輕過 你失敗了 你都希望別人給你一個機會 就是不要說不斷先 以後送你出門口 就是這樣就真的不好 是的 我都覺得其實 就是年輕人 就是無論是他犯錯過也好 或者是之前有不同的想法也好 我想都是 就是未來我想 我們現在人口老化了 那我們其實都是要 要depend on青少年 作為未來的一個working force 那你都要靠他們 那我想 就是給個機會 我又覺得是 作為教育者 都應該是 我也想是這樣的 好啊好啊 麻煩你了Anthony 多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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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下次再談了 Thank you Thank you 拜拜